大家继续回到第54届亚太影展的颁奖典礼 接着下来是 要颁发的就是这家导演奖 导演最辛苦 导演 有一些东西他很害怕拍 比如说 小孩 动物 对对对 这是最难拍的 很难拍 还有比这个更难拍的 是什么 就是动物的小孩 他又是动物 又是小孩 所以那个难度很高 这样子 但是呢 今天颁奖也要给导演们一些难度 这颁奖人当中有一个导演 他是这一辈子呢 经常是靠小孩子吃饭 所以一代一代接一代 是 一代有 所以呢 所以我们要让导演与小孩 一起来颁发这家导演奖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传承 好不好 接下来欢迎颁奖人进场 朱颜彬导演 王小帝导演 好 刷文 还有小本 是是是是是是 有什么问题要问他 你说常常大概你可以做出那种邪恶的表情 或是奸笑之类的吗 这些 我请献哥示范一种奸笑就是有点瑟瑟的然后不怀好意这样 人肉叉扫 好 抽搐 脸部先抽搐 好讨人厌啊 你你你你这种表情这种演技我跟你说一辈子你都拿不到奖 是吗 对 你这样伤害我我的心 真正真正的反派 真正的反派是就是这样 哦 哎呦用眼神杀人啊 啊 看不出来的 哎呦那个叫那哈普金斯啊 啊对 霍普金斯 那那种是眉头一皱记千条舌尖杀人不用刀的 哎呦还有成语的呢 但是平良讲我并不难过对不对因为你都没找他拍电影 对不对 我 你为什么都不找他 我想但是我我拍电影的时候我想那个时候他包尿片 有吗 还没出事还是包尿片 现在还包尿片 不是不是那个意思啊 我 加址揍他 因为小啊 因为孩子在我们心目中永远还是孩子嘛对不对 好 那就放心了 受伤你这个不会出火啊 留钱那个才会 放